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可爱的女儿 天静的生活 让我失去了应有的敏感和戒备 也不相信人和人之间 有欺骗和背叛 直到那天晚上 喂 爸爸呀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妈妈给你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好吃的 妈妈 妈妈 是爸爸 让你喝水喝了吗 喝了 喂 老公 我还以为你忘了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呢 谁能保证这么多年 你们有看你我了 什么时候回来 我马上就回去了 好 早点回来吧 嗯 妈妈 什么是结婚周年啊 就是六年前的今天 爸爸跟妈妈结婚了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啊 等你长得跟妈妈一样高的时候 你以后就可以结婚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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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酒了吧 我先喝酒的样子吗 爸爸回来吗 爸爸回来吗 阿姨 阿姨好爱你啊 爸爸阿姨 爸爸阿姨 你弄疼我了 你放开 放开我 爸爸阿姨 阿姨喜欢你 姐姐 姐姐 你都把孩子吓着了 快起来 起来 你都把孩子吓着了 走开 你还在装 你这个女人 这么多年了 一直虚伪地活着 你不累吗 倩倩你是怎么了 是不是遇到不开心的事了 我是不开心 我最大的不开心 就是人事人体 倩倩你喝了多少酒 别拿去 是 你试不懂 想见这么自私的女儿 才会理解别人的感受 你知不知道 这么多年 我每次只有这里疼的时候 才知道杨倩倩自己 还活着 你干嘛 要可怜我 我不需要 这么多年 我一直靠着你们叶家的同情和恋悯活着 难道现在 我还要靠你们叶家的恋悯和同情换去那么一点点爱吗 我不需要 爸爸你让他走 爸爸你让他走 我不喜欢他 爸爸 别受量了 爸爸你让他走 我这么说啊 心里好难受的 让阿姨爱你 你放开我 放开我 爸爸阿姨 静妮小姐 你喝多了 我送你回去吧 老公快送他回去吧 好 放心吧 小心 小心 监督 小心 138号703房间 知道了 妈妈好像是那个老巫婆的 上车 我不杀 我不杀 你疯了吧 这是我在门口 你要开闹是吗 开闹就开闹 我不怕 我求你了 你抱抱我好不好 我求求你抱抱我 我没用 我知道 我娶你了 妈妈 娶你了 我老能处 我求你 娶你了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冒际 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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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俩 造成 冒险 rack 银子 冒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要让我忍到什么时候 跟你说了实际不对 实际不对 你难道不明白吗 实际 实际 如果你想出任何时候都是实际 我们已经忍了很久了 难道你要诚意识之夸 这样对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吗 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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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让我忍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快崩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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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再等等好吗 我不等 我不想再等了 我再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我不想 我知道你很难 你相信我 你才是我的罪 只是现在实际不对 我一定告诉他 别骗我了 别骗我 你只会欺负我 你除了欺负我孩子干什么 你为什么不去欺负他 倩倩 我也很难受 你要相信我 你如果真的爱我 那你今天就别走了 你就别走好不好 你别走 我求求你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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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怀疑 你根本就不够爱我 未来 从我认识你到现在 我一直都抱怨 你 对不起 我改 我可以改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妞妞 要是妞妞知道这件事情 她会怎么行 你担心 我会当一个好妈妈的 我可以好妞妞 你 不怀疑 我 administrato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公 你在干吗 对不起 我昨天睡得太晚了 就加班了 倒不是因为加班 那是为什么呀 是因为 为什么呀 因为我一想到今天要拍婚纱照 我就新闻掉 一晚上都睡不着觉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你都没向我求婚 我就决定嫁给你了 我是不是很不矜持啊 靳怡 我们只差一个月就结婚了 再说求婚多俗多傻呀 谁说的 好啦 我们去拍婚纱照去 好 走 走 好 好 来 表情自然一点 好 笑一笑 哥 你怎么自己不带钥匙啊 妈呢 出房做饭呢 好 来 拿过来 叶儿 这是送给你的 真好看 这什么牌子啊 意大利的 普尔兰的 特别贵吧 哪那么多废话 给你就拿着 谢谢嫂子 我把它收起来啊 嗯 去看看阿姨 好 阿姨 你们回来了 快快快快 别别别 出去出去出去 哎呀 厨房太脏了 到处是油 把身上弄脏了 一会儿马上菜就好啊 妈 你别忙活了 我吃过了 吃过了 拍完火纱照 我们特别饿 就吃了点 啊 没事没事 以后碰见这种事 事先给我打个电话 要不那菜隔夜就可惜了啊 嗯 嗯 亲爱的 你终于看到我的影片了 几点的飞机 太好了 好 我去接你 嗯 拜拜 怎么办 我最好的朋友 特意从国外赶回来 参加我们的婚礼 太感动了 你就这点出息啊 啊 啊 真是的 那你让我感动感动 嗯 哎 喂 你要负责哦 此章证明你归组织所有了 以后组织到哪里 你就要跟到哪里 遵命 这也是 我是遵命的 有一天 我要 takeaway 好像擅长的 走 それ是钱 水 走 俊阳不看了 小宝的事啊 也不要老放在心上 这事也不能够怪你 不管怎么说 小宝是因为我走掉的 如果不找到小宝 我不会原谅自己的 爸的意思是 这事啊 你不要把自己心搞得这么累 虽然我知道 小宝走溜这件事 一直是你心中的一块石头放不下 可是 你总是要以一个新的精神面貌 去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啊 爸 对了 你跟爸说 想让王晋进咱们公司的事啊 爸同意 也是个好小伙子 你看给他什么职务好呢 给他一个执行董事吧 怎么样 真的吗 真的 那哪还能够讲呢 谢谢爸 太好了 你怎么对我们那么好 因为你是爸的心肝 老公 一言为定 怎么跟孩子似的 爸爸一言九鼎 那事你没告诉王晋啊 晋 今天我让你来吃早饭 是想告诉你 爸想让你进公司做执行董事 你要加油 好 在婚礼之前呢 把手头的工作都处理一下 等蜜月回来以后呢 马上来公司报到 爸 我觉得不太合适吧 我认为文童更适合这个职位 童童呢大学刚毕业 还是应该从基层做起 对 多实践 一下子当执行董事 这个 童童 爸 我又不是小孩了 在说我在国外的时候 不也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吗 爸 文童呢 比我更了解公司 我更应该从基层做起 突然把我放到那么高的位置 我怕 对对对 王晋说得对 童童啊 是小 王晋你好好干啊 将来你干好了 回头再来带你妹妹 不是也一样吗 就是 都是一家人 你就别谦虚了 听爸的 嗯 那就 谢谢爸妈了 时间不早了 我去上班了 你怎么吃 她来不及了 我送你啊 不用了 桌上小心 好 好 慢走啊 妈 今天倩倩回来 倩倩回来 嗯 哎呀 这姑娘走了这么多年 哎呀 转眼之间 我估计也长大了 可不吗 说话都一股意大利味呢 晚上让张妈多准备几个菜 我们给她洗尘 嗯 一定的 一定的 哈哈 你好 欢迎您搭乘自转航空 本次航班是由罗马前往荣臣 稍后我们将为您提供餐营服务 感谢您选择美丽冲航 感谢您选择美丽冲航 嗯 嗯 嗯 女士您好 请问您需要喝点什么 茶水 谢谢 来 请您静一下 好 先生 您好 请问您需要喝点什么 好 热茶水 先生 请您静一下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的电脑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你这个人 对不起啊 不容易的 对不起就完了 我里面那么多照片 都是我和男朋友的 很珍贵的 知道 知道 别动 擦一下 别开心 别开心 都开不了机了 怎么办啊 我里面很多照片 都是我和我男朋友的 非常宝贵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先别着急 我下了飞机之后 帮你去修 好吗 一定可以修好的 你行吗 行啊 硬盘是很好恢复的 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来 休息 别了解了 我来 那 电脑我就拿着了 那 电脑我就拿着了 对了 这是我的名片 你待会儿打过来 好 我叫于兴江 清清 清宁 谁爱他 清清 你想死我了 别漂亮了 你也是 你朋友啊 是啊 好 你好 那你待会儿别忘了给我打电话 好啊 你快点啊 好 你放心吧 等我电话 好嘞 拜拜 拜拜 哎呀 快快快 出来快 出来 哎呀 更有气质了 整新娘就是不一样 漂亮 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不要不让我结婚 你都不打算回来了吧 我忘恩负义 看看 看看 我给你买什么辣 好好烂的 好 好漂亮 先量版吧 在国内都没有见到过这款 谢谢你 亲爱的 好漂亮 就带了一个回来 意大利卖名牌包很便宜的 也不带个十个八个回来 你想让我欠家荡产啊 想着我 我已经很高兴了 刚才那个 是你什么人 坦白交代 是不是男朋友 不是啦 我才不信哪 一看就是 不是 我看你俩挺般配的 快说 静怡 你等我一下 我去个洗手间 等我啊 忘记 干嘛呀 不好意思啊 忍错忍了 袁北 你等会儿我 你说你怎么那么烦人啊 人家乖了你都不给我说一声 现在几点了 几点呢 你着了什么急 他反正要回家 回家你能走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没事 没事 你没撞到吧 没事 没事 是你 你好 你好 你是家长 孙季吗 家长好好说 你别有孙孙孙孙孙好不好 对不起啊 是这样 你帮我干嘛 我遇到点棘手的事情 你待会儿呢 配合我一下 就一会儿就完了 好吗 配合我一下 谢谢你啊 谢谢你 在那儿呢 来了 我回来了 海波 秦珊哥哥 美美 你好 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我 美国的未婚妻 不 应该叫嫂子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们在美国认识的 嫂子 这是我弟弟和妹妹 不可能 你骗我 这回回来准备 有事了 干什么 搞什么搞 亲爱的 我爱你 我只爱你一个人 你听我说她是我妹妹 我爱你一个人 我只爱你一个人 你别生气好不好 回去我给你解释 妹妹 我在于心中就只是妹妹吗 好了 妹妹 这么多人看 你没有看到吗 很丢人的 行了 还不 先拿她出去 余心姐 你个大人 妹妹 你等会儿给我打电话啊 好了 你先去啊 妹妹 你先去啊 不好意思啊 你干嘛 这只是小意思 如果再让我发现 你背着倩姐 跟其他人勾勾搭搭的话 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最讨厌你这种风流鬼了 倩姐是谁 我不认识的 我只不过找你帮个忙 你干嘛这么对我呢 好 你 你刚跟倩姐分开 就说不认识她啊 在倩姐没有发现之前 你最好把你这画面新闻 都清理干净 知道是叫什么吗 活该 我只是请你帮了个忙 小姐 你怎么这么对我呢 我已经说过对不起了好吗 倩倩 嗯 你男朋友是中国人吗 是啊 现在的中国男孩 是不是跟以前 他都不一样了 你想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你了解你男朋友吗 你了解他的过去吗 我为什么要了解他的过去啊 我 万一他是个风流鬼 万一他是个花花公子 万一他欺骗了你的感情 哪有那么多万一啊 你的意思是 你找了一个完美好男人 而我却找了一个风流鬼 我不是这个意思 ertas 我不这个意思 开门静怡 哎 海波 呦 呦 哎 美美走了吧 走了走了 啊那就好了 哎 你怎么一个人啊 我嫂子吗 嗨 哼 我刚才是 为了骗美美的 那人我不认识 你演得太好了 演得好吧 太好太好 但是要付出代价的 给他踢里头 真的 给人家办会儿啊 上车都要走 哎 这给我 啊 静怡 变化真大呀 这原来是我们的小学啊 搬了 后面那片小平房呢 早拆了 拆了 嗯 我记得 我还在那住过两年呢 哦 对了 我跟你妈已经说了 你今天回来 别提她了 我跟她没有关系 还是去看看她吧 不管怎么说 她是你亲妈 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拉扯大的 静怡 待会儿 能把你的车机 我用一下吗 你要去看她吗 我送你去啊 不是 是我自己的事 � Mut 想 请问你认识王静吗 认识 他在哪儿 出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那麻烦你能给我一个他的电话吗 这个 还是 不方便 没关系 那我改日再来吧 好 谢谢 不客气 慢走啊 又远 刚才有个女的找你的 谁啊 我不认识啊 有电话了吗 没有 那你给我来一下 好 我来 哎呦 这气啊 来一张 哎呦 这排家张的真棒 六条 碰琴 哎呦 真是 吃饼 哎呦 不不不不 别动别动别动 杠一个 来个杠刺 腰鸡 碰了 四碗 哎呀 一饼 天狐了 来来来 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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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女儿手气真好 那还没许的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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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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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 老张 老张 你家一串生日怎么样啊最近 还行 我儿子管着呢 你儿子管着呢 生日好做嘛 不大好做 还可以 四碗 看我的吧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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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桶 来一个 哎呦 家 涵哥你也知个招啊 你们家光做生意 我们俩也特想做生意 是 看什么生意好做 哎 哎 马牌啊你 倩倩 哎呦 倩倩啊 你这大老远回来怎么不跟妈说一声啊 妈好去接你啊 我的房间怎么被锁了 是这样 那个你不是一直没回来吗 我们就把房子租出去 给人家当餐库呀 你是谁 我 我跟你 你要是不要也跟我叫爸呢 你就叫赵叔吧 走火车 你出来出来 快点 快点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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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什么意思 快点 我骗子 你什么意思 怎么办 什么意思 快点 快点 小姐 没事没事的啊 你还在过这样的生活 看你说的 我不过这样的生活 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啊 你养我 亏你说的出口 你是我女儿啊 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 你经过做母亲的责任吗 哎呀我说你这你 你这闺女怎么回事啊你啊 你这大脸儿回来就是跟我找茬的 是不是啊 我没经过当母亲的责任 我没经过当母亲责任 你还能坐着跟我说话啊 你早饿死了你 我能有金钱是因为你吗 我所有的学费是靠叶静怡的父亲资助的 我所有的生活费是靠我自己打工赚来的 你做过什么 你的学费我一直在给他还 你撒谎 叶静怡的父亲从来就没有要过 你还骗我 还有她 她是谁啊 她是你第几个男人 你 你这相当女人说的话嘛 你一走了之你管过我吗 你也管我找几个男人了你 姚清花 你不看你自己都大岁数了 不想丢脸呢 你 要不咱全家吃个团圆饭吧 静怡 妈 在干嘛呢 换备照 我记得你前两天 刚换过的真的又折腾什么呀 倩倩刚才打电话来说 今天晚上住我们家 要住多久啊 怎么了 哦 没怎么 是觉得有点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 我们小时候不也经常住在一起吗 那不是小时候吗 你现在要结婚了 肯定有好多事情不方便的 妈 你想多了 她来了不许给她脸色看哦 我干嘛要给她脸色看呀 我又不是地主婆 你干嘛把那照片收起来啊 这样 我们才像像小时候那种感觉 住在一起的感觉 知道吗 想的可真周到啊 我走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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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走了 走 走 怎么了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 我跟妈妈吵架 我就跑到这儿来找你 小巧你不在 我就坐在这儿 一直哭 哭啊哭啊 你爸爸就像你一样 一边推着鞦韆 一边跟我说 你知道吗 这个鞦韆是施果魔法的 每一个不开心的人 坐在里面 都会忘掉所有的烦恼 你相信吗 也可能是我小时候 比你们有更多的不开心吧 直到我去了国外 每一次不开心 都会想到这儿 倩倩 别这么说 你都不知道 我有多羡慕你呢 你可以去那么多地方 开阔眼界 我呢 是能在这儿小的一个地方 院士的人啊 不过三三两两的 不过旅行 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视野 你就是这么认识她的吗 你知道吗 我从小 就希望把自己 塑到一个壳子里面去 直到第一次见到她 她就是那个壳子 她让我知道 爱情的存在 你知道灵魂伴侣吗 就是那种 超出身体的结合 我能够感觉到 她的每一个神经 我知道她的灵魂在哪儿 倩倩 你们都已经那个了 我清帅吗 我觉得你被她迷得 神魂颠倒的了 倩倩 你可要小心她 看紧她 你觉得好的东西 别人也会觉得好 竞争给了这样人的市场 她会变得花心 你的男人就不花心吗 她 不会 我了解她 她究竟是哪一点吸引了你 是你爱上她的 我说了 你不许笑我 我不是有幽闭恐惧症吗 在电梯里停电了 她抱住了我 就这样 就这样 真是不理解你 我要的并不多 只要有一个安全的怀抱 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我是不是有点傻 每一个人的爱情 都不可以千篇一律 爱情是有很多种颜色的 那你的爱情是什么颜色 黑色 为什么呀 因为不是成全就是毁灭 你呢 白色 我觉得所有人的爱情都应该像百合花一样 纯洁无瑕 夹杂着势力 金钱的爱情是受了污染的 这种爱情我不要 我的轻衣 我的轻衣 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还活在真空里面这么单纯呢 谁打我的电话 喂 你在干嘛 我猜你在家里呗 那跟朋友在一起 那是在哪儿啊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出来 在我们家门口呢 电梯门 跟我一起去吧 你不是想见见他吗 干嘛 夹在你们两个人中间当路灯啊 那好吧 等他说完肉麻的话 你再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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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好 我 你想想找的 挤 我 那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